镜头转到南美中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郊区一个百年市集 深夜发生严重大火 猛烈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当地消防局前后出动400名消防人员前往救援 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紧急疏散和清空市集内将近110间店铺 当局目前确认 除了有两名消防员在灭火时受伤之外 暂时没有截获其他伤亡报告 火神入夜之后降临智利这个百年市集 熊熊烈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上百个店面烧成灰烬 业者损失惨重 叫苦连天 想到短时间内养家活口或成问题 头疼不已 初步调查显示 火在照音是一位一名水猴工人 在一个仓库内施工时 不小心点燃火苗才会酿成大火 无独有偶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一周五 德里骑士的一个家具仓库 星期四傍晚六点左右 同样遭遇蛀容之灾 当地消整局接获火警的投报之后 随即派出附近八个救灾单 为前往灭火支援 下方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成功扑灭火事 当局叫后证实没有人员 在事故中伤亡 施火照音则有待查明 下方别的情况